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雍正险霞图 上回书说到 山东吾老 这个大爷最先锋叫 于亭于子裕 于的爷带着女儿于秀娘进建山 到建山 后山武圣莲花祠 见建客吕婉娘 就把吕秀娘 自己这个小女儿 败在了吕婉娘的门下 习学剑术 她没得干呢 她就到头了 面见龙斗龙九宫 这是她的徒职 说你向英王保举我 我在后边看守后山 那么英王呢 重用于亭 于亭不单自己在建山里做事 还写下两封书信 一封书信呢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 于伯龙来 笑灭银军 进山 一个就是自己 在北京收的徒弟 就是五云飞 徒手龙 徒手龙的爬城墙 遇见余的爷 习学武艺十二载 余的爷交给他一口 单刀十二颗铁莲子 闯荡江湖 那么这个人 正月十五逛花灯 巧遇同林 同林管闲事痛打大阿个洪涛 俩人交朋友 得老师一封书信 伸头在建山 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就是于古寺 三楼 这个佛楼 底下这个陷阱 由他负责看管 俩人一半 他跟谁一半啊 他跟笑江湖岳正川一半 同林姐上面掉下来 他认得同林 把同林救了 把岳正川给扔下去了 那么笑江湖岳正川呢 完了 整个乱刃分支 可以给绞死了 吴云飞呢 这才引着同林 穿过了十里猪塘 购奔鱼鸡庄 这个鱼鸡庄 说得大 实际没几个人 半道呢 可就碰上于波龙了 这于波龙手里把这铁鞋 可就要过来了 给同林穿上 同林到后 不见于亭啊 把这话都说清楚了 经动了 建客门徒 叫做于秀娘 于秀娘 这才 把自己的父亲 于庭于子玉 请到后边 说投了这人是干嘛的呀 投了这人是侠客 镇八方紫面 昆仑侠 谁徒弟啊 老头说谁徒弟 我还真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他是张红军的徒孙 张红军的徒孙 这还是个晚辈呀 那怎么就别开田地 另创乾坤 自立家门户呢 我老师给我起名字的时候 管我叫 昆元子 开昆道之纪元 老师说了 说我不配 不过人的外号呢 稍微的夸大一点 可以 你也不能太大发了 我这么大能耐 老师也没说 让我别开田地 另创乾坤 自立家门户 你怎么就敢这么说呢 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 这么敢办 您看行不行 怎么着 您把这个同龄请出来 我打算跟他手谈手谈 我打算跟他比比 老头子一听 那干嘛呢 人家远来是客 这个同海川 斯探建山 他是有他的事情 可以说是公务在身 因为同龄 虽然是个江湖 但是身头在贝勒府 现在由贝勒府 把他建于了年庚摇 跟着钦差老大人 随行委员 办柴冠 那是领圣旨 出京的公务人员 人家到建山 来有事 哪有工夫跟你比武 你俞小娘说不 要没有我师哥把他救了 他都死了 他已经在炫坑里就完了 你得有救命之恩呢 再说了 似乎这样的人呐 你就得让他知道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要不然呐 他老搅着他能力最高 脑头一听 我觉得最近 你就有点这样的想法 你老是传你一身建树 可是爸爸我打不过你 你哥哥于不龙打不过你 你师哥五云飞也打不过你 但你也别搅着 你就天下敌了 尤其你老师给你这口 上古的神兵叫做战炉宝剑 有这口宝剑在手了 你可就谁都不怕了 这个同龄会不会建树 我也不知道啊 这么办吧 就凭你这么一说 不能比 那归为欺负人 同龄那么大 侠个安大也算欺负人家 我得问问人懂不懂建树 您问去吧 老头子又厚的呢 又到头了 多着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 人同龄小孩来到了渔气庄 这得陪着聊天 五云飞进来一嘀咕 给吊到厚头去了 这不太礼貌 咱们老百姓讲话 被人没好话 你嘀咕什么呢 当面说呀 海川 海川 老爷子 你 练过剑吗 同龄一听 问着了 您这话要言先说 我还真不会 为什么呢 龙虎山 西武 十五载 二五经的功夫 昼夜练 我合着相当于别人练三十年 这三十年练的 没有密封领 那一会儿练的全 当然 这三十年的功夫在这 有这基础 我这师大爷 庄道爷 他叫庄道琴 这才传掌 传阅 传界 那说现在话 这一深造 一提高 了不得了 那么人要练的一定份上 就是一层窗户纸 什么什么也是这样 尤其像我们这艺术类的 更是多样 现在小相声 小书 跟我们小说不一样 现在您 有电脑 年轻人都会这个 一搜 不是一位两位的 多少位的 甚至于全部的 都能搜出来 想听谁听谁 那你说有这么多资料可听 我小时候没得听啊 这么多资料可听 一听不就会了吗 也不然 你耳朵宽敞 当然是好 还得有老师点拨 说我们行话叫博业 这个 关键的地方 老师不说 一辈子也明白不了 就自己愣误 能误出来 也不是不可能 我认为也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老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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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他总有上面有一个美老师的 就当初最早悟出来那人 就跟这个牛顿似的 他坐在苹果树底下 他就能够悟出来这个地球会是有引力的 为什么这东西都往下掉不往上掉 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也想过 只不过没想明白 贪了人家就想明白了 打这以后 这个后世人都按着他这个思维去理解 那么有的人那偏步进 我不按着牛顿那个 我反着来 反着动力 这东西我就不让它往下掉 我愣让它往上去 这又有新的科学领域 这样的人有 归为少数了 当然是 那么也得是您会多少才能悟出来 得有基础 同龄呢 经过庄稻秦他们一点拨 基础打得好 突飞猛进 也就说他这个武术啊 不是乘以二这么一翻倍 说这招数多了一倍 武术就强了一倍 不是 那是强多少倍 你一下比原先 就厉害多了 那么尤其他这口宝剑 秋风落叶扫 是一口宝冰刃 又在腰里边围着 打同龄得宝剑 到今儿个一共 也没用过几回 护国寺战丑面佛 碰上杜清风了 实在打不过杜清风了 抛月亮剑 肖道官 给杜清风 砍了 杜清风一辈子 引以为耻 就是这个事情 那么公主坟 日战三截 过例 烙一并根 抛月亮剑 那这宝剑呢 他练得很好 但真说用 没怎么用过 这是可以说 同龄的绝技了 不到万不得已的 说不用 接着人家鱼的爷 一问呢 问的同龄心眼里去了 同龄暗暗得意 说这人有涵养 有能的人 他再有涵养 你说的得意之处 他总要带出点来 暗暗得意 说是这个鱼老剑客 鱼老爷子 你们要问呢 这个剑术 我可不敢说我会 总是我有这么一口剑呢 也练过 略亏门径吧 那就行 这侠客说话都留着蠢灵呢 不能够自吹自雷 大不大懒的 有一说实 有之添印 有印开花 那不能那么讲话 他要说略懂一二 略亏门径的 想必有点造诣 研究的比较深了 好 既是这样呢 我咋子跟您商量个事情 乐意也在您呢 不乐意也在您 您与我有救命之德呀 我身在剑山 没有您带着这徒弟 我完了 您说 我膝下有一小女 乳名秀娘 今年28岁了 也能学过几天武艺 这个听说侠客 到我们家来了 很兴奋 很激动 也是九木啊 海川你知圣名 他是欲高人的 不能交臂而失之 打算向您 习学习学 跟您面前的 讨教讨教 或是拳脚 或是剑术 他也练过几天 那么您呢 从中指点 可不算比试啊 就说您看看怎么样 当然男女有别 好在呢 江湖儿女 不必计较 这个细节 不拘女小节吧 男女也可以动手鄙视 您要是乐意呢 我把我的小女儿呢 请讲出来 你们二位啊 恋恋 同龄一听 这老头子 这个生活过得很安逸了 他在建山后山 这个地方 秒无人计了 除了他们 一人几个 没有外人 那业余生活呢 也就相对的贫乏一点 我来了呢 这也算个新鲜人 新鲜人呢 咱们就得出点新鲜事 让姑娘跟我比武 就冲他这一说 他这姑娘想必 这武艺就错不了 怎么办 我呀跟他比比 我能赢呢 我也不赢 我来平手 或者说呀 略出下风都没关系 让姑娘高兴 姑娘高兴 他爸爸就高兴了 是这意思 指点我可谈不上 切磋吧 咱们是互相学习 共同提高 本着大伙进步的 这么个原则吧 是不是 一帮衣一顿红 这个 您那姑娘多大了呢 二十八 二十八 我四十刚过 谁问你 这个这个这个 虽然说呢 差这么一轮 是吧 大概一熟性 这个这个这个 他练过多少年呢 练了十六年 哎呀 连练带不练吧 反正也快二十年了 他八九岁跟我来的 是不是 给找了个老师 找了个女老师 教她练武 真跟老师练就练了十年 后边这十年呢 是带练带不练 嗯 就是自己瞎琢磨着练 哦 行 那就很很可以了 一姑娘家家的练到这份上 估计就不含糊 他想什么呀 武云飞呀 武多了 武云飞是他徒弟 我们俩人啊 一跑这竹堂啊 我就知道他怎么样 那照着自己啊 还差了一大块 他这姑娘呢 是武云飞的师妹 他再高也高不过武云飞去 最多也就武云飞的水平 那么姑娘请出来 一块练练吧 没问题 我乐意 娱乐爷子一听 太好了 你乐意可是乐意 咱还得说说 还说什么 你叫姑娘去吧 混音二位一比呀 咱可不需反悔的 什么叫不需反悔的 就是不需耍脚 知道吧 什么意思 当然您要把小女营了呢 没话说 她年轻嘛 精识不到 学艺不高 让她再找老师练去 可万一啊 您您知道这个什么事情 她都有过万一 万一怎么着 万一她要是您有一招办事 没留神 让我们这姑娘把您赢了 童林这下话就不想听了 她把我赢了 震巴往紫面昆仑霞 所以我的老师高山西武 龙虎山十五年 二五经硬功夫 合别练三十年 广绕大树 我绕好几年 密封岭二次学艺 走遍江湖 喊逢敌手 成了名的剑可都会过 怎么着 您这姑娘二十八把 我赢了 还万一 有这个万一的可能吗 童林她是厚道人的 这话她想着 她说不出来呀 可她那模样带出来了 愣了 她要把您赢了 您可千万别过意 我是怕呢 都是年轻人脸薄 回头您在我这儿 还是且 我是让姑娘把您赢了 好像我成心似的 我不恼 您也多余 没事 您放心 她把我赢了 她把我 她 她把我赢了 我好好跟她小不就完了 童林没别的词 老头子一听 你老头那意思 这话你可别说 让她听见她可认真 一掀门脸进来了 哪位是童侠个 这不明知 这无一共就这么撒俩 这儿 她爸爸她师哥 这儿还是作为子脸大汉 那甭问这位童侠个 哪位童侠个 顺声音 同海川 抬头光看 一瞧 这姑娘啊 不失纸粉 乡下丫头打扮 可这长得不错 很端庄的 大的芳芳 你要说 于秀娘多漂亮 可也谈不上 不寒碜而已 但是呢 自幼从师学艺 他爱着这都是高人 他爸爸呀 他叔父们呢 还有他爸爸这些朋友呢 来的没有 那个俗人 尤其他这老师 吕婉娘 那已然是带落神仙了 是不是 文武双全 所以把他调教的 外婆内秀 哎 您别看 乡下姑娘打扮 实际真说 那个才学武艺更甭提 那比那个大家闺秀还高了 你比如说 他这师妹 三公主侠娘 那人又漂亮 武艺又高 他自来的 从小是公主身份 有那么一种高贵的气质 他没有 很朴实的 但是就仿佛那个 黄花梨子坛的那家具似的 您上哪儿穿门 您看黄花梨子坛的家具 没有上漆的 他天然的就不用油漆了 要的就是他这本色 倒显得他好看 您说 这个 鱼木的 您知道到北京过去 京座的鱼木大漆的家具很多 他那个鱼木 你不给他上漆 第一 他没有子坛那么大密度 他容易招虫子 虫子一摇摇一眼了 那就不好看了 他也为保护他 再有一个呢 他本身那个颜色也不美观 没有黄花梨子坛的那么好看 那个闻 尤其在盘出来 是不是 当然了 手把件能盘 说大件桌子怎么盘呢 一大八仙天天保着操 恐怕也不雅 但是他下意识的 这个太师一往这一坐 哎 拉了俩手 老子妈撒着 葫芦的 您看那椅子被儿的 啊 扶手这儿就被儿亮 正亮 您看那个纹 好看 哎 确实 他那个多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家具 上面出的那个宝器呀 跟新作的那截然不同 好东西不用捣吃 就单摆扶歌 往这一个圆了袋 什么样就什么样 什么也如是 所以这姑娘啊 金桥 哪位是童侠子 童年站起来了 哦 这个您就是绣娘姑娘吗 啊 就是我 刚才您怎么说来的 刚才我说什么了 我在外面听着 您说您万一要是让我给打输了 一招办事的我把您赢了 您怎么着呀 我跟你父亲瞎聊天 我说我要输给您 我就好好跟您小伯就完了 好 你有出息了 嗯 那你的灶火大了去了 童年新了话说 我就够狂的了 我刚下山时我也狂过一阵 这是多少磕碰之后 哎 我知道了 狂没有好处 这姑娘啊 打小跟着她爸爸 八岁开始练就在这山里练 子之有己不知有人 她也没上外面动过手 她也不知道她多的能耐 把童林气乐了 是 我输了我就跟您想 好 走 来咱当院吧 全出来了 吴云飞看着乐 为什么呢 吴云飞敬挨打 吴云飞跟于伯东哥俩 陪着这师妹练就没赢过 拳脚还好办 也就挨两下 真要说一辆这宝剑 那个剑气袭人呢 不好受 每回跟她动手啊 都害怕渗透 尤其他这口战颅宝剑 所以打心眼里怕这小妹妹 这回瞧童侠可怎么样 老头子追出来了 二位 二位 咱们这个家里头比武 这是游戏 这个切磋印证印证 也就完了 咱们手下留情 点刀而已 童林说那是一定啊 一个女孩子我能怎么着咯 那于秀娘呢 乐了 爸您放心吧 跟她动手 我呢 跟我这俩师哥动手不一样 我这俩师哥要跟他们动手啊 也就拿出两分的精神来 跟童侠哥动手 怎么着 我也得打点五六分的精神 卖弄出五六成的本领来 童林一听 跟我动手还不用十成十的 五六成的能耐 那意思就把我打了 哦 这个于姑娘 我这人动手啊 不会留情 我还是全力以赴 那样最好 好吧 童林 前掌齐眉 后掌力走 一拉这架势 于秀娘一瞧 罢了 他是高的 他跟自己的父兄 经常切磋 武艺 他爸爸武艺 现在都没他好 他这俩师哥更甭提 行这一伸手 就知有没有 一瞧童林往这 一站这件 就知道 他经过高人的传授 不错 柳燕 棉司 把我掌 他得过真传 下过功夫 姑娘呢 粉拳在前 也亮这么一个架门 说了一声 童侠哥 你自顾 放手一搏 童林 掌拼于秀娘 于秀娘闪身行 这手刁得的腕子 这手反手 奔得可了素 三个手指的黄鹰掐素 往前这么一递 这仨手的 这要抠手 那是必死无疑 童海川淡绝的一股 进风扑面 好快的伸手啊 当时 把一份小心 打点起来 是全神贯注应战 绕着这姑娘 脚步迈开了 柳燕棉司八号掌 一掌跟一掌 这个掌法打开了 行云流水的一样 裹定了于秀娘 就在当院这么一列 老爷子于子玉 跟五云飞人俩 这么一瞧啊 真得说大吃一惊 五云飞这才知道 平常妹妹 跟自己那真是闹着玩 自己相去人 同龄太远了 一看 自己的师妹 跟同龄动手 那才叫好看 穿花蝴蝶的相仿 两个人 你前一后一左一右 闪斩藤挪 俩人这一动手 看出于秀娘的功夫来了 老爷子也爱看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姑娘 到底跟着剑客练的什么缝上 拿同龄呢 就好比当个质子 比着点 但你要说就比同龄强多少呢 也没瞧出来 站得差不多 平手 可同龄心了慌啊 同龄这八八六十四掌 五十多掌过去了 没把人怎么样啊 再看人姑娘气定神贤 有攻有防 他这现在是拿着五六十的能力跟我打吗 我这可没留这量 我这个可是全力以赴 要真跟他说的似的 拿五六十跟我打 人比我高不少了 那对不起了 我得使绝招了 怎么 这二次学长之后啊 又多六十四下进步连环 这就一百二十八下了 平常用不上 那今天我不能输给他呀 跟着一变招进步连环掌 一百二十八是啪啪啪啪 这么一加紧 就瞧同龄的是个人影了 越打越快 为什么他这根基好 绕大树不白绕 同龄的脚底下最好啊 你倒不过步来 他倒过来了 他快呀 于秀娘比他还快 于秀娘一看他掌风一变 进步连环 娇喝一声 好 这还有点意思 你家是不是 打游戏也得有挑战性啊 投了那三十来关都没什么意思 打越打越列越打 往后打 越来越有难度了那才行的 有挑战 这一百二十八是一打开了进步连环掌 姑娘一瞧 这我得打点点精神了 这我得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的来应付他 姑娘也是以快打快 两个人身形 走马灯一样 跟俩陀螺一样 可就转在一块了 像武云飞这个演呐 就有点看不出招式来了 心里话说 这要跟我打 我早趴下了 这么厉害 同海砖呢 一百二十八是全打完了 心里边有点慌了 再打还是这一百二十八是 那就没意思了 看看一百二十八是打完了 文剑不等你从头再打了 知道你怎么回事就完了 余秀娘这才纵身形蹦出圈外 不打了 佟林暗吐一口气 侥幸 他招也用完了 还真不错 要不然我得拜师啊 这打也平手 佟林呢 紫面上微微贱憾 为什么这一百二十八是 除了练 针根动手没用过 没用全过 其实愣一套全打下来了 哎呀 余姑娘 不由得同某人 我衷心的佩服您 能把我这一百二十八是 进步连环掌全接下来 你我还站一个平手 这 打住 洪海川 你要脸不要脸 眼看你就没招了 我不愿意跟你打了 怎么还平手啊 同龄一听 你也没打着我 我也没打着你 不平手还怎么着 我不过招没了 这么说你还有招啊 您要有绝技 同某愿意奉陪啊 咱们可以再打 是你先跳出去的 我没认输 你把我打了 我认输啊 您低头往您自己身上瞧瞧 同龄说瞧什么 你低头 同龄呢 往自己的前心这么一瞧 淡淡的有七八个邪印 后背上不问自知 也得有几个邪印 他要不说不履会 五云飞走到窃进 这么一瞧 哦 海川 这个图案还是很别致啊 您这一张难花的啊 来龙梅秋 您别说了 这邪印这小啊 他不能是我的 他的 前心后背 踹我十好几脚 我会不知道 真一脚把我踹出去 这好链 让我不知不觉 踹我一扇扇 唠一鞋印 那得唠实了 这脚跟那个 鞋底 跟这衣上一碰 它唠不上 它非得贴上 得使扇进去 就跟盖章一样 摁戳一样 它得带扇劲 这鞋印才能贴上呢 我还不察觉 还没捋活 那这能耐不是 大我一点半点了 这个武术还怎么比啊 童林不信呢 童林低头瞧着自己身 那鞋印 二目出神 忘定了 于秀娘 于秀娘心了话说 瞧什么呀 这还跟我打平手呢 于老头子过来 最先锋 于庭于子御 海川 是他踹的 这武云飞瞧不明慰 我瞧的明慰 大概总踹了你 十几二十来脚吧 那要是真踹实了 那你早趴下了 您这姑娘这武艺 是跟您小的 不是 跟我小 八岁如果教 教他就不跟我小 就说要找天下第一的剑客 谁是天下第一的剑客 你也甭细问了 总有你剑的那一天 哎呀 剑术怎么样啊 刚才还略知一二 略窥门径 这会儿不敢说了 有 不是 没问你有没有剑 问你剑术你会不会啊 这怎么说呀 我说我会 我说我不会 我说不会让我师大爷 听多狠心呢 传我八仙剑 八八六十四 我 我现在说我不会 让老爷子听了句 那不白教了吗 我说我会 人家拿宝剑 我拿宝剑练完之后 我这医生上 多好几个剑尖 我不知道 这不更给师大爷丢人吗 我这个 会不会这意思呢 还瞧不出来吗 好 把你这剑摘下来 让他瞧瞧 佟林万般无奈啊 佟林撩自己的医生 腰里边一伸手 嘎嘣一下 摁崩黄 亮出来秋风 落叶草 这把宝剑往外 这么一辆 插拉一下 众人的眼前 一道寒光而过 真是一口宝冰刃 嗯 余兄娘一瞧 这把剑不错 想必这剑 你练过几天 确实练过几天 好 丫头 拿我的剑去 丫头撒腿如飞 这购奔姑娘的绣房 一会儿捧着 这口宝剑来了 外头呢 是一个剑套 布的 把这个剑套撤下去 这个剑很古老了 绿沙鱼皮翘 在剑柄这呢 拿花布打着缠手 那就不为好瞧 就为色手 舔崩黄 这口战楼宝剑出血啊 童林这么一瞧 这口宝剑呢 跟一般的宝剑 稍微的 有点不同 为什么它短 它适合于女子练 咱们这套书呢 宝剑很多 你看秋天秋配雨 专用大宝剑 它个儿小 它还用宝剑 这宝剑真要立直了 比秋天还高 秋天背这口剑 斜着背 剑柄在这 剑尖在地 它要立起来的 这宝剑呢 我就比它高了吗 那么 还有好几口宝剑 都是长的 大的 出奇的 独单这个战炉 比一般的尺寸 还要短一点 三尺清风啊 这个战炉 二尺七 多一点 不到二尺半 拿着手里 都很秀气的 上边呢 有斑斑的古迹 就那个 古青铜啊 您都见过呀 哎 就仿佛那个铜袖似的 实际不是 你别看 上面好像有那印 实际没有 不过它这年代的关系 风力已极了 这么多年 这口宝剑 还是那么样的风力 姑娘 单手 情剑 往这这么一站 同海川 你不是跟你老师 学过剑术吗 来来来 你我二人比剑 我在瞧你剑术怎么样 同海川把自己 这口秋风落叶草 在掌中这么一捧 二指一掐剑绝 心了话说了 我难得碰上 那么一女剑口 二十八岁 这么大的能耐 踹我一身邪意 茫然不知人 那剑术高了 欲见这人 我要不比比剑 我真是白来 于戒装一趟 于姑娘 即使如此 您手下留情 我跟您学学 这回可是 说的是真话 实话 老豆子说 二位 兵刃不比拳脚 兵刃无眼 比拳脚厉害 咱们还是那句话 点刀而已 不可 伤着对方 您放心吧 同林心的话 我也甭客气了 剑抢上风 捧定宝剑 罩着于秀娘就刺 于秀娘呢 拿自己这宝剑 剑身 找他剑身 剑尖不找剑尖 剑身不找剑身 为什么都是宝兵着 怕互相碰 拿剑身 平着找剑身 用的是 沾连连随缠 这几字口诀 跟同林这么一打 同林一看 打不了了 刚才这拳脚 还有还手的余地 还让自己把这128烫 打完了 这剑呢 跟人碰在一块 自己这个秋风 落叶扫就仿佛 就是一块铁条一样 越打越沉 越打越沉 这宝剑老人领着走 自己明明是这么刺出去的 跑那边去了 本来这份下扎 油让给调起来了 全部随心 那说怎么意思 他学的是不是八仙剑 是八仙剑 庄稻秦 会半套八仙剑 就是羊手八仙 人家于秀娘学的是 阴阳八仙剑 阴阳八仙剑 128手 同林呢 会投了这八仙剑 八八六十四手 差的一半呢 人家姑娘这剑 有阴有阳 她比不了 这得日后 同林天天跟于秀娘在一块 于秀娘传的这阴八仙 那会儿同林这剑法才算好 打这说 也就打了二十多士 同林怯战 知道自己的剑术离人太远了 想撤剑抽身 认输都来不及了 人家剑尖一顶剑尖 拿宝剑 剑身往下一压 她的宝剑紧跟着进步抬腿 这会儿可真踹 夺秋风乐夜扫一抬腿 把同林踹出去 啪叉一下 同林啪下了 汤汤汤 宝剑落地 人家拿宝剑一挑 这风秋风乐夜扫 往起这么一挑 伸手一抄 两口宝剑 全给你吓了 往外一蹦 完了 同林爬起来 你这 刚才说那话 说得太大了 这会儿想认输都来不及了 宝剑人给吓了 自己安排揣一跟头 娱乐爷子赶紧过来了 怎么样海川没伤呢 没什么 就揣我一跟头 怎么这么大能耐呢 慢说是你 我都不成 他俩师哥也不成 得了 把宝剑给人家吧 把宝剑给你 你回去啊 见着你老师 跟你老师说 不愿你 也不愿你老师 这人的能力有大小 是不是 武术高低 不足以论成败 你这外号让你老师给你改改 这外号惹祸 知道吧 这儿没我的事了 我回去歇着去吧 姑奶奶回去歇着去吧 老头子一瞧 这不替我得罪人吗 还穿在屋里讲话 同海战把宝剑围上 医生 放下来 收拾好了 屋里一坐 水也不喝了 往这一坐 多扫得哼 让一二十八岁姑娘 给这么大侠个打趴下了 宝剑都让人夺了 只要要我性命 往前一根部扑 斩路宝剑 给我捅死了 怎么那么厉害呢 老头呢 一瞅 你看 这么大侠个 让我这儿串门 让我姑娘给打了 动心了 别扭了 哎呀 我怎么跟他解释呢 老头子这儿一响词 瞅着他 吴云飞呢 瞅老头子 吴云飞一瞧 哟 我师父紧着瞅他干嘛 啊 我这妹妹二十八了 没法嫁人 为什么 嫁谁呀 这么大能耐 嫁谁呀 找一个匹配的 岁数合适的太难了 我瞧童林挺好 一定是我师父动心了 老头子 看着童林喜欢 二目出神 我师父不好意思的 我提提 师父 借一步讲话 哎 您坐着喝水 好好好 把童林一人干屋里 吴云飞又把老头子给架出来了 干什么呀 师父 您紧着瞅童林干嘛 不是 这不你妹妹给人打了吗 我想想怎么安慰安慰人家 不用安慰 我有主意 她一定乐意 嗯 我强天二目出神 是不是看上她了 原本不错 不是那意思 我妹妹考二十八了 是不是 您搅着我妹妹的终身大事 这回有希望 哦 本来 于子韵没往这上琢磨 吴云飞这一提 你瞧 你你 你搅着行吗 怎么不行啊 你没看童林服了吗 童林上哪儿找这媳妇去 我妹妹长得又不寒 你要说多漂亮也说不上 但是吕婉娘的徒弟 于子韵的闺女 还怎么着 再有一个 她还窜上一辈来呢 你不能那么拎她 是不是 这怎么跟人提呀 这刚动完手 那怎么提呀 都是江湖儿女 我又与她救命之恩 我们哥俩北京交朋友 我老德哥 你要不好意思提我提 那你也稍微转点圈 这会儿心里 心里都正别扭 知道吧 我说你进去 你回到艺术部 您崩完了 人俩又回来了 海川喝水喝水 兄弟 他本身脾气也直 他也不会说家伙 这个这个 我问你一点事情 我这个你说 郑格的 你哪年顺家出来的 18岁 你因为什么顺家出来 提起此来 惭愧得很 怎么叫惭愧呢 当着老爷子没有外人 你说呀 我是因为耍钱 耍钱 勿伤言轻 哦 因为耍钱 怎么会把你爸爸给伤得了 嗨 你要说这个 好几年的事了 同龄就简单说吧 说不了我这么戏 反正是 哪年上的龙虎山呢 说人家跑出来 我就跑到那去了 隋恩师习武啊 一时五载 下高山 怎么三节一掌愁 怎么风雪入京师 怎么北高峰 打这杭州嘞 二打杭州嘞 喝毫带花 怎么样的 拿这个道宝二小 一往的经过 啪啪啪 这么一说 什么八户山的 铁山寺 玲珑岛啊 都是热闹地方 那么你跟着 贝勒爷走南创北 又保着钦差老大人 四川公干 这个贵宝卷 都在哪呢 都在贝勒府呢 哦 是是是 那么 我这个老伯父老伯母 烦您惦记着 倒是身子过硬了 是是 那么跟前除了您 还有我个兄弟 我个兄弟帮着照顾 那就是了 总要有一个尽孝的嘛 啊 父母再不远游 有必有方 兄弟你出来 就委屈这个弟弟 他就别出来了 是不是啊 在家伺候老爷子 老太太 那么这个 弟妹 给你 西夏天了 啊 是姑娘 是小子 我是直男直女 有几个呀 上小没上小啊 啊 都多大了 嗨 跟您这么说吧 跟着老师在山上练舞呢 就没提过那码事 下山来风雪入京 是到了贝勒府 跟着贝勒府 走南创北 伺候贝勒爷 也无非就是谨慎小心 殷勤当差而已 儿女私情哪曾顾及 故儿数载光阴 现在年近四十啊 我未曾娶妻 嗯 没媳妇 没有 说过没有 贝勒爷做主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甭管哪位 给你说一个投缘的对劲呢 是放过定没有 一概都没有 简直跟您说光棍 太好了 刚才揍你那位 你看行吗 余子玉听这叫什么话呀 这叫 哪有真宝霉的 刚才打你那位 你喜欢不喜欢 你喜欢不喜欢 那能喜欢吗 你先把你妹妹夸夸说说 你在那里 刚才跟你比武 先练拳后比剑 我师父这姑娘 我们这妹妹 余秀娘 有我师父这说做主 这个当哥哥 给你们俩做梅 把他嫁你行不行 爷儿俩瞪着眼睛 一看同龄 同龄一张子连 网起这么一扬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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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这么快就答应了 答应了 这还不答应 说同龄就不多想 没有什么可想的 一个同龄这岁数到了 得结婚了 您说同龄不傻不年 就没想过娶媳妇的事 她也没碰上 合适 这媳妇这么大能耐 我要能跟她成了亲 我得长多的能耐 哦 您这姑娘 给我了 啊 我们老爷子说了 给了您了 你乐意不乐意 我乐意 乐意愣着什么兄弟 赶紧拜约赴老太山呢 同龄没拜过呀 同龄站起来 立意到地 别拜 你乐意了 这云飞这嘴太快 你知你妹妹 乐意不乐意 我让你问问 娶媳妇没有 咱先打听打听 这还得问你 你妹妹要不乐意 那全白搭 啊 我 我妹妹 我妹妹这就得您去了 我不去 得了 你记着没人 你辛苦一趟都 哎 吴云飞 吴云飞 晃上 吐脑袋 奔后头 姑娘呢 洗完手 洗完脸 哎 擦擦汗 丫鬟 这伺候着 正喝水 心里都盘算着 盘算什么呀 也不老合适的 嗯 这对不起人 同龄 同龄那么大岁数 外部闯出个名誉来 不容易 到我这 让我身上 踹好些鞋印 然后把宝剑给吓了 踹人一跟头 哎呀 这传承老师耳朵里头去 也不好 我这才叫以大欺小 别看岁数比他小 身份比他高多了 我老师教我练 我也不是跟人打架用的 怎么让我爸爸跟你解释解释 妹妹 啊 我跟你有两句话说 啊 您来吧 吴云飞 一拉门进来了 怎么着师哥 是不是那位不乐意了 啊 那位乐意 我把他打得太乐意 不是 你打着这事 他不能乐意 但是别的事他乐意 什么事他乐意 哎 就是怕你不乐意 这话说都不懂啊 咱们别说着口令 您跟我说怎么回事吧 妹妹你可28了 一说这话 姑娘在 女汉子 女侠 他一听这个 知道跟自己终身大事有关了 也低头 28了 怎么着 28可就老大不小了 老爷子跟伯龙呢 都着急 今儿好不容易赶上这位来 我可不会拐弯说话 反正人家是乐意 这个人家乐意呢 就怕你不乐意 妹妹 你可是见客门徒 这么大的身份 他呢 要拎倍 还下起一倍 但是过这村 可没这店 吃完这顿饺子 没这馅 难得他会这么 棘手八仙剑 有这么好的拳脚 除去他要再找一 这岁数这么大 能耐的可没有了 跟您说 他不如你 你慢慢教给呀 你怎么样 老爷 反正老爷子 让我到后头问您 七十姑娘也乐意 再说有老爷做主 可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那这事情 我乐意不乐意 总要禀明我的师父 哎 你知道你要说这句话 你师父那儿 到时候由我跟老爷子去 你这儿要先乐意 咱们先定规的 咱们先定规的呢 你这儿一点头 我出去给人回个话 这个呢 咱今天这架子没白打 再有一个 同海川别看侠客 叔媳妇他不丢人 行 那我乐意 你还痛快 好嘞 咱个不许反悔啊 不反悔 得嘞 转身出来 到头了 海川 行了 姑娘乐意 您多少留下点东西吧 留下东西 我留什么东西 哎 得放定啊 当着老爷子面 你留点东西 交给我们姑娘 我们姑娘给你点东西 我没什么东西 我出门 您看什么 这是公事 我的身份 这是一堆玉 这是一宝剑 您说 就这宝剑 不白要你 还你一把 老爷子 咱们换剑怎么样 我把海川这口宝剑 给姑娘 把姑娘那口宝剑给她 您看行不行 行啊 全由你做主吧 捧着佟林这口 秋风落叶草 可叫购奔后面 到后边 跟姑娘一说 头都说好了 把您的宝剑给她 她的宝剑给您 换剑联姻 可是这个事情 咱们家说了不算 老爷子明天 购奔五圣莲花祠 面见你师父 吕碗娘见客 禀明此事 你师父要没意见 这事回来 咱们就定了 姑娘一听 行倒是行 她这口宝剑呢 别看肠 软的能威着腰里头 我用她这 我用什么宝剑都一样 因为功夫在这 她用我那口宝剑 她会吗 我那口宝剑 迟针又短 她要拿着出去 跟人动手 她可吃亏 你家还挺疼的 她不会没关系 你交给她呀 我多能交给她 多能交给她 这事 禀明你师父 一成了 一成了 你们俩就可以 顺理成章 你们就在一块了 你明白 我不明白 不明白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二十八了 什么都不明白 那当师哥的 他能说什么 转身行往外出来 拿着姑娘这口 战楼宝剑 递给佟林 佟林抽出了一看 正是跟自己动手的 那口战楼宝剑 好啊 这才佩戴在自己的身边 来来来来 叫七舅 七舅这么大舅子 媳妇的哥哥 我现在就是你大舅哥了 云飞大哥 您现在就是舅爷了 那是 而且我是保没拉气 这正说着外边 爹 我回来了 余波龙进来 你家也当不上了 这是正差 弘林一乔认识 走一对联 给铁鞋那位 脚底鞋也不知道 又哪弄一双铁鞋 现在正脱这铁鞋的鞋套 给你们二位追一追啊 刚才 他见上耳目众多 就说是铜鞋子 没细说 您再给指引指引吧 哈哈 波龙啊 这是咱们妹夫 铜海川 当当当当当 停 不来吗 这不是 我就出去这么会儿功夫 不到半天 怎么改妹夫了 你可是亲舅爷 我这舅爷还是外的 你可是亲的 咱别瞪眼行不行 这不是不瞪眼 这嫁妹妹这事我说了 没经过我同意就行吗 没经过你同意啊 老爷子都乐意了 老爷子乐意也得征求我同意 掌兄为父 老爷子在 老爷子是爸爸 老爷子不在 我还说了算呢 这哪的事情啊 我问问老爷子 为什么嫁我妹妹不经过我 不是 老爷子同意 老爷子同意我也得掰着掰着 你妹妹也乐意了 那行了 你怎么不找妹妹掰着掰着 我找她掰着什么 我掰着得过她吗 我掰着 偷了吃饭吧 吃饭 姑娘 出来 陪着 你别看这夫妻两口子 应该不见面 那没办法 这就这么大点地方 就这几个人 有丫鬟陪着 大伙一块吃饭 吃饱喝足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购奔武圣莲花 此见吕王娘 吕王娘一听 给鱼老爷子道喜 说嫁这谁呀 嫁童林东海川 这孩子我知道 上我这串门的见客 天天说这孩子 多么忠厚 多么老实 武术多好 谁的徒弟 我全明白 好 嫁他 我没意见 让他们想两口 好好过吧 好吧 这就回到渔庄 啊 于伯龙跟吴云飞 你们哥俩看看 这婚事怎么办呢 海川的公务要紧 要我说呀 咱也甭看日子了 就在于家庄 就洞房 您看怎么样 洞房咱们也得摆酒宴 什么酒宴呀 家里有什么蒜 什么吃一顿 让他们俩跪着 给您一磕头 这就行了 我就算大梅 喝 这么大的于秀娘 剑客身份 真八方紫面 昆仑侠 这个婚礼 可太寒酸了 也没什么 也就是呀 山泉熬豆腐 竹塘里边 掐点嫩笋 也就这个菜 爆烟嫩笋 多搁点香油 也就这意思 这个俩人一拜天地 洞房也没有花烛啊 什么采叫啊 好硬全没有 孩子来这身医生 姑娘也还那身医生 俩人往洞房一坐 丛林 乔渝兄娘 心了话说 我这怎么娶媳妇 还娶你剑客 这我老师知道 林阵娶妻 这不得说我吗 我保着 年的人来 我 我这说不清楚 人知道的 说我们俩人比武连阴 换剑 不知道的 说我摊花好色 丑家人姑娘 我在这招门 姑爷 她心里想啊 她这人不会说 丫头她脸上带得出来 这个脸呢 挺严肃 姑娘呢 瞅着她 姑娘一瞧 人都说两口子洞房 有说有笑 这怎么意思 看着我怎么还 宁美瞪眼的 啊 跟我比武啊 打不过我 身份比我矮 辈儿比我小 现在夫妻两口子了 要振一振前刚 今儿先给我来个下马威 要不这以后 这后半辈子 日子没法过了 那意思呢 今儿晚上洞房 哎 对我这态度呢 就要严厉一点 我说 夫啊 天色不早 咱们是不是该歇着了 童林一听这话直冒火 你看来了不是 我怕唠这个 好水贪淫 歇着算怎么句话呀 您先睡吧 我不忙 您早歇着 童海川 你什么意思 夫妻两口子 什么叫我先歇着 咱们不睡觉啊 啊 各睡各的吧 那叫什么 夫妻两口子 我瞧 你是不是 对我有点意见呢 啊 您这么大见口 我对您有什么意见呢 这洞房 这媳妇老冲我灯眼 我受了受不了啊 啊 你自认为你是女见客 你武术比我高 你就跟我这么说话吗 我让你睡觉 你睡去不就完了吗 我说你丈夫 怎么还跟我瞪眼呢 这日子怎么过呀 哎 我说御秀娘 你老师就交给你这个吗 我老师教我建树 没教过我洞房怎么回事 我还告诉你童年 你要打算在我面前 撑你那份大丈夫的威风 你趁早你把这心思 你可给灭了 想瞎了你的心了 御秀娘 我可不吃你这套 那你应当又吃哪一套呢 怎么着还敢跟我露哥吧 咱俩登上 同龄一听我打不过你 我也不能恍惚你这个 让你打死不能让你把我吓死 这外边有闹洞房的呀 那个亲爸爸亲哥哥不能来 有一个五云飞呀 五云飞心了 我说怎么着也得给贤弟的洞房里边热闹热闹 啊 他头上陪着老爷子喝点酒 我后边我闹他闹他 还就你一样闹什么 那我得闹他闹他 哎 这个三天不分大小啊咱们 这种说着呢 一听里边话词不对 俩枪就进来了 那洞房能随便进 拉门就进来了 哎哎 我二位 哎呗 息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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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意思啊 怎么洞房打起来了 哥 哪有他这样的 哪有他这样的 您听说的话像话吗 我说咱们早歇着 他刚才说让我先睡 让我一人歇着 您说这像话 同龄心的话说 哎 我说这个 咱还是云飞大哥 咱别叫大教子 不是 这 你们家这姑娘新婚动房就跟我瞪眼 仗子她是建客门徒 武艺高强 我这后半辈子没法过呀 我这本来心里的就不踏实 这叫临阵讨妻 再有一个我不愿卑衣好帅 谈银的名字 这日子咱们过也行 咱先说好了行不行 咱们是有名无实 单等建功立业 见着我老师把此事禀明之后 禀明了钦差老大人 禀明了背了爷了 那时候见着我父母了 把这话都说清楚了 我们俩人才算原房 到那时再有雨水之欢 姑娘一听 哦 为的是这个呀 看你自己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你出去 哎 吴云飞一晃秃脑袋出去了 我多余劲了 同海川 这话你跟他说干嘛 至今不过夫妻 你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嗯 这么着咱们守一个礼子 别看咱们俩夫妻两口子都洞房了 你说不原房 咱就不原房 呃 单等见着你的父母 我呢 公婆 你的老师 还有青柴老大人 北京的贝勒爷 你把该说的人全说明白了 那时再来迎娶我 咱们二次完婚 诶 试着话 行 睡觉 别忙 怎么又不睡了 嘻屁笑脸的 有话说 这个这个这个 拳脚先不忙 这个剑术啊 实在我跟您相去甚远 差太多了 这个咱们啊 夫妻 咱们呢 又不原房 那得干点门啊 那若定 诶 打今天开始呢 您您教教我怎么样 叫你啊 啊 不 你这 忒笨啊 啊 你行不行啊 那您在乎我的努力 是不是 交不交代 您消不消代我 您看我要可造就之才呢 您多交我两招 您要看我不灵呢 少交我两招 好歹的 您交点我比原先不就提高点 行 那咱们先把你练的 先来一遍 诶 那个别练宝剑 洞房练宝剑干嘛 啊 这个兵者为凶 是不是 拿筷子拿筷子 那不有合金酒吗 也有吃底 有俩小菜摆着筷子 拿筷子拿筷子 一双筷子 于秀娘一只 同海川一只 你练的也是八仙剑 我怎么抢你练的不对呢 嗨 我这八仙剑 我这师大小的就不老弟都得 交的时候就说来着 啊 就就就就说过 说这以后遇见高人 再再补销 是 你先来一遍 拿筷子这一交 这不对 这不对 这么着 我那个先别教你 我先把你这不对的地方 先都练过来 哎 好吧 可了不得了 于秀娘 洞房传剑 拿筷子当宝剑 一交铜林 咱还是那句话 铜林本身武艺就好 不过一层窗户着而已 到天亮铜林 把自己原先的一个箭术 已然就有所悟了 好多箭章我就明白了 我试试您这口战炉怎么样 好啊 推剑是恩崩皇 插了郎 战炉出霞 手捧的箭炉来到 当愿把自己所练的 八八六十四手 阳手的八仙剑 又练一遍 于秀娘一瞧 昨天她跟我动手 要有这点意思 我要赢她 还得费点事 练完了 不错 你这八八六十四手 练到这份上 慢慢练 总有练成的一天 那您那阴手的 那个八仙剑呢 那你也小啊 真舍不得交 为什么 都教会你 二次动房的时候 再瞪眼可就不好使了 多少得留点后手吧 咱们都两口子了 您就别藏私了 好嘞 全交给你 打这说 同林同海川 跟于秀娘 每天就是习学剑术 这可了不得了 各位同志们 阴八手阳八手 阴阳八仙剑 完全全都交给 同林同海川 从中又有 于庭于子玉 在这当中谋划着 总有一天 同林二次出世 得找这结果眼啊 这天可就来了 同林同海川 正在炼剑之时 遥望剑山 前山方向 火光冲天 这火着起来 何正慈云 往仁古寺 于古寺跑 他看着是 妙的方向点火 可就在他由 岸边往上跑的时候 实际剑山 已经四处火起了 何人放的火 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 这会儿剑山 敢说是一片火海 全着起来 这个火呀 火大无尸柴 是静心放的火 可就救不灭 这火是一大 人心一散 大伙都割骨字的逃命 没人去救火去了 这火一烧成片 一片火海了 再救可就救不了了 山火起来了 哈哈 老头子一看海川哪 你出头之时已然到了 现在你就赶紧 告奔前山 董海川答应一声 这才辞别自己的老丈人 于亭于子役 川十里 渡海 勾奔前山 来到了前山 有四个人 可就把他拦住了 书中代言 这四个人是谁 正是离开剑山的四龙 就是秦志明 袁广亮 金志高 高海登 这四个人 原先是剑山 前山 招贤馆的馆主 四龙 盗反 剑山 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又回来了呢 这有个小倒笔书 这四个人走了 没地去 要投三桩 三桩不容 他们架的小船 要归的三桩这对 那么当时 谭笑龙军 胜于寿陶然 不知敌 我不知真假 万一这是 诚心盗反 出来诈降的呢 宁肯 我不要这个力量 哎 我别让他给我这 和和了 可就把这四个人 拒尊门外 这四个人生气呀 哪有这样的 我们冒着死 啊 反了 剑山了 投降你 你这不容 四个人啊 坐着小船 带着人往后让 也不怎么那么巧 让余子玉给发现了 余庭余子玉 一问这四个人反了 那你们四个人 怎么打算呢 我们四个人 那些没地儿去了 好 我给你们找个地儿 十里 珠海啊 这头啊 有一块地方 你们把人都散了 你们带人都没用 就你们四个人 隐藏下来 单等着这个 剑山失败 英王必达此处 走这一股密道 到时候你们四个人 帮忙 捉拿英王 也就是了 这是余子玉 安在这儿 这是火一起 余子玉让佟林过来 临走望一句话 说这珠海这头 还四个人呢 佟林不认得他们四个 他们四个不认得佟林 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佟海川出世战炉 剑交剑斩四龙 那还 打得过佟林吗 糊涂糊涂这四个人 让佟林给宰了 佟林杀完也不知道 这四人是谁 为什么在这埋伏着 来不及细问呢 出世战炉勇剑斩四龙 勾奔钱 那个说你干嘛 说这么快呢 石头僧这儿挡着呢 剑斩四龙碰上面 拦住佟林怎么废话 挨个打挨个杀 全都弄死 完了 这单无输 这个咱们说出有输则场 无输则断 找热闹地方说 正往前跑 一看 他见山不熟 他应该奔皇宫跑 逮英王去 不去 跟艳谱 跟谭天这样的人打 他跑岔路了 他也奔鱼骨四跑 和尚也奔鱼骨四跑 俩人狭路相逢 和尚不认得他 他认得和尚 那说他怎么认得和尚 那余子豫天天跟他聊天 他跟余子豫打听啊 这剑山都有什么人物啊 那么余子豫眼里没别人呢 就跟他提莫奇玉修 艳谱 杜清风 哎 这个雌云 师徒也两个 也就这些人 剩下人提不到 那么余林呢 对这个雌云 石斗僧 久有耳闻 知道和尚年迈苍苍 年过古兮的一个老和尚 首使一对短霸 追风 荷叶铲 离老远一看 和尚低了俩铲跑 没准就是石斗僧 我先炸了一下的 说凶僧 敢是雌云吗 你跑不了了 和尚文庭大怒 面前站立 紫面大汉 不认识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你笑什么 镇八方 紫面 昆仑霞 童林童海川 前来秦达尔等 还不束手 就擒好狂徒 和尚拿手一指的 阿弥陀佛 小辈 童林就凭你 也敢在我面前成能吗 袖走看铲 百栓铲照着 童林就咋 童林一琢磨 行了 跟媳妇练这些日子 没白练 跟你来了 把插棱一下 战龙出霞 就这一亮剑 和尚一瞧就犯愣 怎么 这口剑 这铲不能碰 和尚太识货了 石子僧一瞧 我这铲碰上 当时铲头就下去了 生俩铲半还打什么劲呢 硬生生撤双铲 改变招数 两个人 铲剑双举 可就站在一起 那又说 童林这能耐 怎么差太多 那童林跟媳妇 就练这么几天 就站石子僧 瓷云 那咱把书就说错了 石子僧 瓷云 跟那师爷 珍珠佛 董瑞 打平手的主 那一般的剑客 在瓷云面前 都不成 何况童林呢 童林第一 心学的剑招 第二 仰仗的手持利刃 这都加分 合上心里又慌 那刚打完一仗 这来了 这着陆虎 眼看剑山失败 心里都发慌 就横得一展 把他拍了 赶紧那救火去 打得又起急 多方面的原因 凑得一块了 就算站个平手 但是越打 石子僧 瓷云越沾上风 越打 石子僧 瓷云越厉害 双产舞动如飞呀 可就是功多手少了 童林呢 又换的小宝剑 要那口秋风乐月嗓呢 还使顺了手了 这口小宝剑 阴阳八仙剑 一百二十八手 跟合上这么一打呀 没把合上怎么着 童林起急了 尤其合上的力大无穷 天生的神力 七十载整势同南 这个内力深厚 非是童林能敌的 童林一看坏了 成一师之勇 仰仗宝剑 跟合上的一打 我还输合上了 难免童林怯战 硬死的时候也不能跑啊 咬着牙一弩劲 那要知道童林有一病根 童林一过力 就要吐血 这血吐过没有 吐过一回 亮标会上吐了半口 还剩半口没吐干净 其实呢 亮标会上 这个 于成手快 抄起来给他抄跑了 于成手要不快 那后半口也都吐出来了 老侠于成一看 兄弟吐血着急 过去啪啪啪一点 按着血位把这血先避住了 他怕这湿血过多受内伤 实际这口血要都散出来 童林这病根就算去了 老侠于成呢 上的擂台 把他这半口血憋回去 一抄的 把他给抄下去了 打这说童林呢 当时痛快了 林总这一口血吐半口 他比不吐枪 可还有半口呢 这一过力 这点淤血又往上顶 童林就觉得五脏六腑 分江脚海 俩眼直冒金心 手里这口宝剑建尘 再看和人这吐脑袋 可就四个了 一看要坏 自己过力了 这口血往上顶 嗓子眼发甜 嘴里边发苦 知道自己要吐这口血 打丹田往上一叫力 气叫丹田 他打算把这口血气给压下去 这就是逆天而行 这人的身体 你不能跟他反着来 他要吐 你就得让他吐 童林这一叫劲 倒干了 这口气往上这么一掉 没把这口血压下去 反而激发 就觉着这口血已经到这儿 再想人可就忍不住了 眼前一黑一张嘴 就跟剑打的一口鲜血 啪 可就出来了 和尚 跟他站对脸 和尚这么大能耐 没想到这个 战船之上 让陆明瞻 为什么扣一脑袋 也因为这个 这石头宗慈云呢 他没有临阵动手的经验 你别看他这么大能耐 他的武功太好了 功力太深厚 但是缺乏临战经验 也就是说 尔虞我诈 这些全不懂 他打十六岁 跟着老和尚 通法上人了一练武 练了七十练六十年 这六十年 他就知道他师父比他能耐大 别人谁也打不过他 跟他一动手就完了 真正说放手一搏的 没有几个 那陆明瞻的烟袋呢 挣着下来了 半道一掉个 他就拿铲楞往外封 这烟锅子冲下 半锅子热烟灰 扣在脑袋上 把他烫得够下 当场落败 七十打里能的 要跟陆明瞻打呢 真打陆明瞻也未见得 赢得了他 陆明瞻武术不在他之上 今儿跟同林也是 久战同林不下 他也着急 他脾气爆 恨不得一铲 把同林铲在这儿 一看同林这口宝剑 剑慢心里边高兴 全是攻势 为什么这双铲 不敢碰到这剑 你这剑一慢 可就落空落太多 同林正在勉励支持 眼看就要得手 同林宝剑往前一缠 身子往前一欺 这铲不就拍上了吗 哪这同林张嘴 吐出一口血来 和尚想躲可就躲不开了 这口热血没糟进 全都喷得和尚脸上了 和尚不知是什么呀 眼也迷了 而且这热血烫啊 外叫一声 拿这铲石子搭花 往外一推护住面门 他把这铲呢 可就浇在这儿 双铲石子搭花 浇在左手 拿这僧袍啊 他睁不开眼呢 他这么一葫芦脸 倒霉了 同林这个病啊 是在这口血上 眼前一黑就这血顶的 这口血吐出去 这眼可就睁开了 睁开这人脑子 当时就清醒了 这宝剑在手里滴了 真的 睁眼一看和尚 这双铲在这儿 拿手糊了脸 这脖子在这儿 同林心了 同林不知道自己这血 喷他一脸呢 同林心了和尚干嘛呢 我不管你干嘛呢 脖子就在眼前 宝剑就在我手 那我还不往前刺 微微往前一探身形 一立这口宝剑 剥草寻舌的架势 往前一递 这宝剑剑口正在脖子上 站颅宝剑也快点 和尚脖子也糟点 就在和尚身后 有一人怀抱金如意 口宣佛号都差了身了 把老和尚疼得呀 眼看着斗大的一颗秃头 就让同林这一口宝剑 就给扫下来了 见过人头落 汤的郎双铲落地 同海川一口战颅宝剑 是剑扫石头增 就斩在了竹海以外呀 把老和尚疼坏了 老和尚单手一倾金如意 往前一垫步 这一紫面小儿 剑斩我的爱徒 我焉能容你 同林剑斩石头增 宝剑往地人一处 一口气还没缓上来呢 和尚怎么死的 自己怎么杀的都不知道 一看老和尚蹦到自己面前 金如意然临了顶门了 同林是闭目受死 游得身后过了一人 一抱同林一转身 蹭 可就上了竹海了 同林脚底有铁鞋 这根脚底有铁鞋 老和尚没有 抱起同林往竹海里面就跑 老和尚纵身形要上竹尖 一看 跑不了 这么大通法上人跑几步行 咱们前文书交代 削得这么尖的一片竹海 跑几步就掉下去 老和尚也跑不了 老和尚怀抱金如意 一兜手 恶狠狠击碎一枝巨竹 这才翻身形狮产挖坑 掩埋石头增 把自己的徒儿掩埋起来 遥望竹海方向一咬牙紫面小儿 我要为徒报仇血恨 什么人救走同林是下回 再说 老和尚 下字幕篮 升级 杨 joking 吧 排尬